妖心的 常是什么 就是无常 人如果说把仁义离之性都写弃掉了 不讲了 就变成妖魔鬼怪了 人跟妖魔鬼怪差别人手里 人能够遵守五种常道 这不能尸掉的 尸掉了 那个人道的资格就尸掉了 为什么佛在经上说 人死了以后来生 很不容易得人生 得人生的条件 无界要去做 你的一生都遵守 自己冷静跟自己打到分数 如果你这五条界能够打个八十分以上 就不正 你来生不舍人生 你来生还能得人生 如果你这个五界只能打五十分呢 来生得人生是非常妙茫 如果你贪嗔痴这个念头要重呢 那你就三我道去了 六道谁在主宰啊 不是上帝 也不是耶路网 自己主宰啊 不但是六道是自己做主 舍法界也是自己做主 如果你要想成佛 不难啊 什么方法呢 念佛就成佛 念佛的心 你的心变成佛 心变成佛 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 华严经上说的好 应官发界性 一切为心造 你是佛心 你就做佛了 你是菩萨心 你就做菩萨了 你是鬼心的 你当然就做鬼了 鬼心是什么 贪心 贪心是鬼心 成余是地狱心 于是是出生性 你是什么样的心啊 就变什么样的法界 所以你将来前途 到哪里去 是你自己主宰的 除你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主宰你 这是佛给我们说的 我们要靠自己 不能靠别人 佛是我们的老师 只能提供意见 给我们参考 佛也帮不上忙啊 所以说 佛不度众生 众生谁度 自物自度 你闻了佛法 自己觉悟了 自己度自己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一心一意 念佛求生进土 世出世间法 统统放下 为什么呢 全是假的 佛在金刚薄弱里头 讲得很好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是跟你讲 能得的心 没有 而你所得的呢 所得的是诸法 这佛讲得更多 讲得更清楚了 诸法语言生 语言生无性 无性就是 没有性体 没有字体 但提借空 了不可得 这是告诉我 能得 所得 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不是事实 所以你要放下 眼前的境界 不过是原居 原散而已 原居的时候 你要居不了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幻元 成就你的功德 如果你不明了 似是真相 随着你烦恼 习气妄想 那你就在幻元当中 又造了幻业 造幻业 那你就由幻的现象出现 境界出现 这个境界就是六道跟诗法界 一般讲六道不好 六道痛苦 四圣法界里面虽然好一点 依然没有坚信 并不是很圆满 总不如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升到西方净土 就得大圆满 所以境中法门 是一切祝福赞叹 这不是没有道理 这个地方 佛教给我们 我们要效法菩萨 要学祖佛菩萨 为一切众生 为书正法 令和书胜利益安乐 书胜利益安乐 怎么样叫他得到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了 我们这个戒缘书里头 有谭虚法诗的念佛论 过去我们演的很多 念佛论是谭虚老法诗讲的 他的学生大光记得 大光的文字不错 写得很好 我跟他也都很熟悉 他后面举了三个例子 念佛往生的例子 念佛行菩萨道的例子 就是这个地方 未书正法 令和书胜利益安乐 可以做这一句经文的主节 出家人 谭虚老局了一个休无法诗 这个事情是出现在 黑龙江 哈尔滨市 老法诗在那边建了一个道场 叫基罗斯 哈尔滨基罗斯 最近到我们这里来的 妙境法诗 是老法诗的学生 我们也都很熟 都是老朋友 休无法诗 没有念过书 从前在大陆上 生活很苦的时候出家 出家之前 他是做